学佛啊 各种方法 点一支烟共啊 去海边啊 对着太阳变成佛光 水变成甘露水 土地变成净土 所有友情变成佛 我们尽量的尽量的去 想尽办法去接触众生 所以我想要成佛 不能够离开众生 要在众生里面去成佛 那才能够帮助众生 不离众生才可以成佛 成佛也永远不离众生 但是一个是在有能力 一个是在还没有能力 为了培养成佛 为了培养成佛 我们要在众生身上 布施持戒 忍入精进禅定这样 但是成了佛以后 那直接可以让众生 显现佛性 因为你已经成佛了嘛 所以要用各种方法 所以各位刚刚念阿弥陀佛 各位叫我一直念一直念 把阿弥陀佛的力量 透过你的念力 融入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众生的心里面 所以念不完 这个世间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有无量无边的佛号 然后你就会不间断的 这个叫念佛三昧 行住坐卧九十天 这样念习 能够忠于你这样大慈大悲的时候 你就看到阿弥陀佛了 念佛三昧不是说 我为了看阿弥陀佛恩念 念佛三昧是我为了大慈大悲 平等一切众生 因为如此 原来阿弥陀佛本来就在 就像无助菩萨 为了要见弥勒菩萨 闭关六年又六年 把铁除磨成绣花针 一躬一山 都没有见到弥勒菩萨 最后放弃了 放弃走出来看到一只狗 后腿都烂了 看不到弥勒菩萨救狗吧 为了救狗用他的舌头去舔狗身上的虫 免得虫死掉 又割肉给虫 自己的肉给虫吃 他想说看不到弥勒菩萨 那修悲心也好 就是这样 当他去舔去吸的时候 一割肉的时候 那是狗了变成弥勒菩萨 原来当你弥勒菩萨无时无刻不在 但是是在你跟弥勒的心和微体的时候 你可以见得到弥勒菩萨 所以念佛三昧是 你从内心里面 三昧就是绝对平等 无有分别的悲心 去愿众生都成佛的时候 你终于看到阿弥陀佛的心了 看到阿弥陀佛的像了 你会听到阿弥陀佛为你说法了 哦 原来我的心 是有自私的时候看不到佛 所以我想各位为了要见佛 慈悲 每一个佛的体性就是慈悲 慈悲显现的时候 即见如来 佛陀叫见缘起即见佛 这个缘起的一切都是原生原灭的 都是苦的 但是你能够见到众生苦 你才可以见到佛 见缘起即见法 见法即见佛 所以讲来讲去是 如果各位 看到佛 你才会真心想要成佛 因为你看到佛的圆满 功德庄严 你才会真心想要成佛 那我们必须开始 不爱然众生 但是也不恨众生 不执着 但也不放弃众生 要平等的 平等的 就像各位刚刚拿了那只鳗鱼 哇 它也像鳗鱼 也像蛇 也像我们的妈妈 你刚刚碰得到了 这一排就碰这一只 这一只鳗鱼 就是这一排的父母了 不然你还碰不到它了 你还摸不到它了 所以 因为但是要修到三妹 就是绝对的 平等 这在我们大乘佛教的禅定波罗密 叫大悲无量禅定 叫慈悲喜舍四五量心 各位要培养很久 因为你不修这个慈悲喜舍四五量心 就没办法发起真正的菩提心 当你发起了真正的菩提心的时候 还要让自己的菩提心安住 那你还要体正真实的平等 而且虚幻的空性 然后保持在这种空性跟菩提心的罪 那你最后才可以就近成佛 所以每一次我们要故意 所以各位现在可以做的 每天喂鸟啊 每天喂蚂蚁啊 喂鱼啊 照顾人啊 公园有什么多人 形形色色的人 健康的人 不健康的人 有钱的人 没钱的人 带着太太在散步的人 孤独在那边走路的人 什么人都有 有也苦 没有也苦 感情太好 更痛苦 没有感情孤独也痛苦 因为他们都不了解 空性是什么 那都是我们慈悲的对象 而想办法接触他们 慢慢引导他们念佛 等等 但是现在有时候人不好度 但是这些小动物 蚯蚓啊 泥丘啊 小蚂蚁啊 鱼啊 各种的动物 很好度的 为什么 你把食物丢给他 他就吃了 所以你要广设方便 所以这个方面 他喜欢吃什么 钓鱼的人怎么做饲料 你都要学 我也要做出同样的饲料 来喂鱼 因为钓鱼是要害他 我们喂鱼是要让他吃鸡解脱 还是同样的饲料 他们喜欢吃的 所以生意人可以做出很多动物喜欢吃的 因为为了生意嘛 但是我们可以用他这个方便来学 来做成素食的 让他们吃鸡解脱 所以用味道 用食物 用金钱 用声音 用你的心 用各种方法 不断不断的去 接触众生 有没有一个问题 他说 如何断恶念 就是说 不好的念头会不由自主的从内心升起 这个困扰我的身心灵很久 我想这个就是业障 冤心在住 他会干扰你 所以一个人要定 心里不乱 要有福报 要戒 要持戒 戒呢 那就是正知正见的去布施 持戒 忍辱 努力 这叫精进 那你才能够定 在最基本上也要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这个都是世间的福报 有这个知见 正见 然后呢 持戒 你心里才能够定 所以 要有能够定 你才能够开智慧 如果你没有 没有禅定的功德 那你要升起般若智慧 空性 那是很难的 所以我想 越这样子 你要越忏悔 忏悔自己的业障 广修功德 不思思戒 忍辱精进 该做的孝顺父母 照顾家庭 这个都要做 不然你心里会乱 因为有些乱到 琢磨了 哎呦 我是开悟了 我是什么佛 他就乱到琢磨了 因为他 他把佛教变成一种 我只看书 我认为我开悟了 他放弃了 所谓孝顺父母 不思思戒 忍辱 做功德 这些他都抛弃了 他就追求一个 所谓开悟 那就会出问题 因为他没有 他这个开悟 只是想赢过别人 或是让别人觉得 我开悟了 那反而会伤害他 那事实上佛教里面 还是要这个 福慧双修 有福 才有福报 来消业障 有福报以后 他进入慧 而不执着 叫慧 但是你没有福报 万万什么都不能 这一点记住 如果我自己有善行功德 一定要说 同享功德 说出口 别人才随喜 别人随不随喜 那是别人的事情 但是我们修功德 我们尽量供养众生 希望众生都同享功德 我看到别人做善事 内心欢喜 我一定要说出 随喜功德 用心比较重要 当然你愿意 跟对方讲 对方更快乐 那不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善业吗 做人 各位请记住 多赞叹别人 不要说别人的缺点 多赞叹别人 所以每个人你赞叹他 所以佛陀说要爱与 布施 爱与 不然你度不了他 小朋友要糖果 小朋友你要收他好票 这样 他才会说 师父阿弥陀佛 对 不然他看到你就讨厌你 那不用讲了 所以我想各位这一例 像各位先生来 没有带太太来 你从来不赞叹你太太来 还有一种太太来 不带先生来 你神经病 你去不要把我回来 他讨厌你 那你 这个还叫修行吗 连最基本的那一个 你都修不了 你还修谁呢 那一天有个老菩萨跑来说 师父 我想要离婚 你七十几岁要离去哪 七十几岁你还离什么婚呢 你这样讲就离不了了 真的你老公跑掉了 你还会气死的 因为为什么 抱怨一辈子 抱怨一辈子 障碍别人 那就多忧恼生病 那边痛那边痛 从头冲到脚 每天各位都要 无论如何 供养三宝 你越供养三宝 就生起对三宝 永不退转的信心 就像你哪一天 不想送礼物 给你太太了 或是做一个太太 不想煮饭给先生吃了 代表他对他没信心了 不爱他了 不喜欢他了 所以我们佛教徒 一定要每天虔诚的 礼拜三宝 供养三宝 称赞三宝 所以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 医归 这个生命在这个世间 请问生命苦不苦啊 苦 就像各位坐的也好 站着也好 年轻也好 那并不是说老才会生病 现在儿童医院也克满 少年的也克满 中年的老年的 现在反正医院都克满 所以精神科也克满 精神医院也克满 因为这个世间 连监狱都克满 两百人都要装六百人的 所以现在世界这个问题 也就是苦 科技也进步 就像有这些电脑手机 离婚率也高 因为烦恼越多 诱惑越多 因缘发展得很快 所以这个世间 本来都是这样 苦 空 无常 很痛苦的 那唯一能够救度我们 脱离痛苦轮回的 那就是三宝 所以只要对三宝 生起这种信心 那各位就要不断地供养 令诸佛欢喜 那你令诸佛欢喜 要诸佛更不断地加持我们 加持我们 所以那诸佛加持我们什么 诸佛会加持我们的悲心 虔诚的悲心 所以佛力也加持 就像一个妈妈 爸爸经常爱妈妈 送礼物给妈妈 妈妈就努力地把他的儿子找好 做妈妈呢 也会把先生的爸爸妈妈 公公婆婆照顾好 因为先生对他好 这是自然的原理 那先生对太太不好 太太就抱怨 甚至各位还看过 做妈妈的 甚至把儿子都带一起去自杀了 因为爸爸对我们不好 所以 这变成恶性循环 所以佛教里面最重要的四个字 念一下 自他真上 你越帮助别人 自己越真上 你要自己越圆满 那你更要去帮助别人 最后打到 自他皆成佛 自觉 觉他 觉行圆满 所以佛教就是永远祝福 永远祈愿 而不要占有他 不要控制他 现在各位现在 还有这个观念 为了要赚钱 我要掌控我的客户 为了爱情 我要拉住我的爱人 占有我的地位 那你永远 甚至凸显自己 就是这里面 这么多人 也有人喜欢凸显自己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比别人好 等等 那这个都会伤害自己 因为佛教给我们讲了 最重要的 存在的意义在于众生 别人好 世界好 我才好 这就是地藏菩萨 如果我们大家都 都相信因果了 按照地藏经 大家都懂了供养三宝 大家都懂了 脱离轮回 往生净土 愿成佛 地藏菩萨多高兴 因为这是他的愿 阿弥陀佛最大的高兴是什么 三界六道众生 赶快都信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阿弥陀佛最大的快乐 这是他成佛的意义 所以我想 那学佛 那各位就要了解如此 哦 原来 帮助别人 成就别人 护持世界 那才是护持自己 所以要我们去爱世界 爱众生 那才是真正爱自己的人 所以 那你要学习爱世界的方法 爱众生的方法 那个叫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 念大悲咒 念地藏经 念佛 各种的功德 都是要 要净化这个世界 要成熟有情众生 因为 世界圆满了 众生圆满了 我们才圆满 所以以这样子的悲愿心 来找成佛 或是学地藏王菩萨 最后一个成佛 但是无论如何 找成佛跟最后成佛 事实上都成佛了 事实上都是佛陀的愿 这是佛陀的愿